财政赤字是2008年大概是3%到4 那么2009年的数字因为是有救世计划 一下就涨到 这个4是3%是GDP的3%到4 2009年的这个数字是12.9 就是预计会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 与GDP来表 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指标 那么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是12.9 那么2010年会慢慢回到回到这个10以内 那么现在他说这个印钞票 他现在也可以不印钞票 对不对 他可以是向外面借钱 就印债券大家来买 所以他这位先生童先生确实是学经济 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以前是大家对美国有信心 那么他说如果说 他的就是他没有完全 就是可能这个意思 我觉得他如果是哪天没有信心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大家都不买美元的债券 那么恐怕就得再 像他说要印钞票了 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在买 买他这些债券 另外一个他说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信心问题 我记得以前这个有一位总统 说尼克松总统 他说过一句话 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但是是你们的问题 现在大家已经体会到这句话 什么意思了 那么尤其在中国 那么现在是外汇储备 大部分是美元 那么大家跟美元挂钩 带来了这些问题 现在是我比较比较比较 令人担忧 那么确实是如果有一天 大家对美元这个失去信心 对美国经济失去信心 那么这个带来 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这个是学经纪人都不敢想象 那么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目前为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现在已经提出疑问 就是说美元现在这个走向 那么前一位前面有一个先生 好像是周先生说 希望美元升值 但是目前为止是不太可能 因为这么大的赤字 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这个美元恐怕是走疲软的这个趋势 但是过去一年 好像这个美元并没有跌很多 而是升了不少 对 他那个升是这样 就是说在经济 这就回到信心 在世界经济就出现非常大的 这个危机的情况下 那么这些钱会找这个叫 英文叫safe haven 就是最保险的地方 大家钱又回到美国来 那么又是把各种货币转成美元 那么这样就说 说明这个信心还是在 觉得这个美国这个经济 不会垮得那么厉害 那么美元也不会垮 所以当时看 在经济出现问题 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货币 大量贬值 包括韩国贬值达30%到40% 就是大家都把钱 从韩国的货币 韩元换成 举个例子 换成美元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美元还是保持的 这个比较坚挺 那么现在这个 这段时间过了 大家再看 就是说 那么美元的这个问题 整个走向从 对世界几大货币 比如说对欧元 对日元 对英镑 还有其他的 这个发展中国家 过去一年 还是整个趋势 还是如果算百分比的话 还是是 是在贬值 就是说 但是就是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 还是比较稳定的 我觉得 相对来说 对对对 货币的汇率 那就是说 基本上还是 美元还是比较稳定 对 所以一些专家 经济学家 专家讲 就是说一些 给中国的这个 银行部门 或者是政府部门 提供咨询的一些专家 讲 说在美国 投资债券 还是最保险的 相对来说 世界上没有 再没有 再没有比这个 更保险了 从整个 从对政府的信心也好 对这个经济也好 对这个经济 调控的能力来好 也好 那么目前为止 这是没有其他的 可代替的 和可取代的 就是 没有比他 更好的选择 对 说成中文 说顺了 应该 就是从这个 金融危机 现在当然 这是计划重提了 就是 最开始影响到 就是说 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 就是说是一种 这个房屋贷款的 次贷危机 然后呢 一些大的 信贷公司 或者是一大 大的银行 他们由于这种 金融的这种 衍生产品 就是说 衍生的这种 所谓的杠杆作用的 把这种 新的这种 金融产品 炒得很高很高 然后使这个 市场没法承担了 最后就垮下来 这个泡沫的破灭了 那么导致了 就是说像美国的 什么雷曼兄弟 贝尔斯登公司 美林 美林证券 很多这些 大的公司 以前都觉得 好像是一个帝国 不可能垮的 这样的金融公司 一夜之间 就觉得好像 就成了负债累累了 那么你怎么看 这种金融现象呢 这个金融现象 那么这个金融现象 那么现在回头来看 出现这种金融现象 为什么出现 这种金融现象 那么其中 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调控来说 那么 那么在这个现象 背后 为什么出现现现象 很多人说是贪婪 那么一个是就是说 这些金融公司 是看了 就是完全人为的 就是把这各种 各种 比如说 各种金融产品 打包啊 完了再给他 为什么他叫延伸物呢 他已经远 离开了 他最开始 所想代表的那个东西 他是这个 那么这些延伸物 他是有的时候 出现这种 还出现好多什么CDS 就是各种 我现在不知道 中文怎么讲 就是他整个基础 是以房屋贷款为基础 完了他进行打包 处理 完了传成一个 金融原生物 那么这个传的 这个整个金融原生物 为什么整个金融体系 当时会出现这种 崩溃的这种危险 为什么这么大的公司 会出来 那么这个传的到什么程度 我曾经看了一个数字 大概是60个万亿 那么美国的GDP 是14个万亿 那么这个 这个属于泡沫太大 根本承受不住 那么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我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那么包括这个 做这个贷款 这些公司 其中这个房屋贷款 就是说 如果这个房屋贷款的 这个进行破产了 它是卖一种保险 如果房屋贷款 就是不还你钱了 那你买这么一个 保险产品呢 你就可以在我这来保险 我来给你还 那么这样 那么经济出现问题以后 房屋房产这个市场 出现问题 那么就有些这个 没有偿还这个贷款 那么大家都要到 保险公司这里来 比如说卖这些 包括雷曼兄弟 他们卖这种保险 那么就说 那你兑现啊 你给我兑现这个东西啊 那他兑现不了 所以他必须要宣布破产 那么这些东西 有各种形式出现 比如说 好像是叫做 未偿还贷款 这种保险 那么这个出现 就是说 延生物传的太多 完了那么 为什么传的 就是 现在华尔街 是传这个东西 他们都有 在里面要分的 那么实际上 这是一种保险的话 那么保险 你得存一部分钱 就是以防将来 这个你保险的东西 出现问题 你要好补出来 那么这部分钱 根本有 绝大绝大部分 都没有存下来 都以分红的名 就分走了 所以出现 经济出现问题 那么这些延生物 传出来以后 那么不能兑现 那么他必须得说 说我无力偿还 那么就引起 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这个实际上 是很复杂的问题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他已经 远离了这个 他真正想要做的 所要代表的这个食物 或者是资本价格也好